1944年,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当中取得了马里亚纳海战的胜利 于是准备从塞班岛前往日本进行轰炸 希望能够让日本随时投降,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战斗 于是美国打算先行进攻菲律宾,再去解决日本 于是在莱特湾进行登陆 日本则以为可以借此时机给予美国一个重创 结果在整个战斗过程当中,美日双方共累计投入了35艘航母 190艘战舰以及2000多架飞机,为的就是能够决意死战 结果日本不仅陪了夫人又折兵,将自己的海军陪得连裤衩都不剩 这场战役到底怎么打的,日军为什么最后会全军覆没 1944年9月,北军征服了新几内亚 在迈克阿瑟上将的强烈建议下,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陆军北上菲律宾 由海军作为支援,在战前,美军密集轰炸了日本在东南亚的机场 最后在菲律宾的莱特岛海域集结重兵登陆 此时,日本陆军在菲律宾还有10万人,马来之虎,山下凤文立下军令状 可以让美军有来无回 但是,他需要海军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 为了夺取菲律宾战役的胜利,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决定用一次辅底抽薪的决战 跟美国最后一搏,丰田副武是这样考虑的 日本的所有缘由都来自东南亚的,何属东印度 无论多好的船,没有油就是废铁 要是美国占领菲律宾 日本联合舰队将进退两难 如果舰队待在东南亚,舰队可以保存 但是得不到人员和舰载机,武器的补给,舰队毫无作用 要是海军全部退回日本海域,那舰队将失去油料补给 庞大的联合舰队将趴在窝里等死 所以,与其被动等死,不如发起最后一搏 看看,天照大神是否还保佑自己的子孙 此时,丰田副武手下的日本海军依然是世界顶级的 他将海军整编为三个舰队 分为一个航母特昏舰队,一个攻击舰队,一个游击舰队 日军共四艘轻型航母,九艘战略舰,19艘重型和中型巡洋舰 以及34艘驱逐舰,10艘潜艇,总等为70多万 1944年10月20日,美军于菲律宾莱特岛登陆 日本联合舰队则从日本和东南亚的文莱出海 分多路前往莱特湾海域 丰田副武将整个参战部队分为三大舰队 小泽制三郎中将率领四艘航母 瑞凤、瑞赫、千岁、千代田为主的特混第三舰队 他扮演战术诱饵的角色 负责将强大的美国太平洋第三舰队 从莱特湾引走,由力田舰南中将率领的 中央舰队主力是五艘日本国宝级战列舰 大河、五藏、掌门、金刚、真鸣 他负责直接杀入莱特湾 将美军在海湾中的舰队和登陆场全部消灭 第三部分是西村祥治中将的第五舰队 主力是扶桑、山城、号战列舰 负责在莱特岛外围运动作战 寻找机会进攻美军 日本海军清朝出动 其主力战列舰蹲位七万上下 放在今天的世界海军里依然是庞然大物 表面看起来确实雄壮威武 不过当时的海战早已经是航母的天下 战列舰是被时代遗弃的巨人 日本舰队以战列舰为主力 其实就是埋下了战败的种子 力田中央舰队于20号出发 带着雄伟的、大河、五藏 两艘战舰开入菲律宾海域 结果舰队出师不力 两天后就遇到了美国潜水艇 力田舰队旗舰 艾档、号被鱼雷击沉 他转移到大河号上继续指挥 在美军潜水艇发起攻击后 美国舰队已经知道日军袭来 美国企业号、富兰克林号、吴卫号、卡伯特号 埃塞克斯号五艘航母一起进攻力田舰队 10月24日下午 美军200多架战机在西部沿海空袭 日军、中央舰队没有战机护航 仅靠舰载防空炮反击美军 基本上是活靶子 于是五藏、大河、掌门都被美军的炸弹和鱼雷击中 大河号进水2000多吨 五藏号则直接失去动力原地瘫痪 最后被美军击沉 力田舰南下令全队脱离出战场 7万吨的五藏号永远留在了西部沿海 当力田舰队被狂轰烂炸时 小泽之三郎的诱饵舰队 成功吸引到了美军的注意力 太平洋第三舰队发现了日本的航母编队 这一消息让司令哈尔西感到振奋 他率领有17艘航母的舰队 追击小泽之三郎舰队 想将日本帝国最后的航空母舰一网打尽 让自己和第三舰队载入史册 小泽舰队在10月25日一早 发现了美军的航母舰队 诱饵舰队的作战目标成功实现 但是不知为何 小泽舰队发出的诱饵成功 消息没被力田舰队收到 力田舰南不清楚 哈尔西舰队已经被吸引出莱特湾 小泽之三郎选择主动迎战 日军60多架战斗机 起飞进攻美国第三舰队 美军跟日军进行空战 不过在第一波攻势结束之后 日军面对绝对优势的美军 已经无力抵抗 在美国舰载机的狂轰烂炸下 小泽舰队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瑞赫 瑞凤 千岁 千代田四艘航母 全部被击沉 舰载机部队全灭 日本海军的航母时代 在此正式终结 至于最小 西村舰队 早在10月25日凌晨 西村祥志的日本第五舰队 在苏立高海峡跟美军爆发夜战 日军西村舰队几乎全灭 西村祥志战死 舰队残部开始逃亡 10月25日 碧田舰队在菲律宾萨玛岛海域 发现美军舰队 日军以为自己发现的是美军主力舰队 但其实 这是一支美军的护航航母编队 隶属美国第七舰队 第77特混舰队第三小分队 代号 塔飞三号 于是 碧田舰队马上组成 攻击阵型 巡洋舰把战略舰围在核心 驱逐舰散布在外围 开足马力冲向美军舰队 塔飞三号 编队发现日本舰队杀来 司令官金凯德 马上让航空母舰后撤 战略舰和驱逐舰向前迎敌 扶来撤击 驱逐舰冒死向日军舰队发起冲锋 第一波战斗 就有四艘美国驱逐舰被击沉 但美军驱逐舰发射的鱼雷 还是成功辞职了日军舰队的速度 日本 大和号 战列舰450毫米主炮的射击震天动地 巨型炮弹落入水中捡起的水花 比美军战舰还高 护航航母上的200架战斗机紧急升空 它们缺少鱼雷和穿甲弹 只能挂载普通炸弹 甚至反潜炸弹 去攻击日军战列舰 在海上熬战的时候 神风特攻队从菲律宾杀来 这是日军第一次大规模使用自杀式攻击 看到战斗机不顾一切 朝着战舰撞去 美国大兵们被惊呆了 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的水兵们回忆 灵式战机朝我们笔直撞来 而没有拉升 防空炮手们发出了绝望的尖叫 我们离开炮卫四散奔逃 背后发出了一声巨响 甲板上燃起大火 所有人都被吓坏了 灵式战机配合力天舰队 取得了不错的战机 虽然三艘日本重巡洋舰被击沉 但是日军的自杀式攻击 击沉了美国两艘航母 金刚号战列舰还用套机 击沉一艘美国航母 25日早晨 日军在萨玛岛海域取得了收获 莱特湾就在眼前 美军的登陆场和运输船 都在海湾中等待日军收割 但就在这时候 力天舰南却下令舰队全员向北 离开战场 大和号的指挥官宇恒蝉非常震惊 他对力天说 司令官 我们的敌人在前方 力天舰南却摆摆手 算了吧 向北 日本联合舰队失去了在莱特湾 消灭美国登陆舰队的机会 这一幕在两年前的 萨卧岛海战 曾经出现过 力天舰南和三川军 一放下嘴边的肉 不吃而忙着逃命 都是害怕美军的航母编队 会把自己包饺子 小泽舰队 诱饵成功 的消息没有被力天收到 他始终觉得 美国第三舰队就在路上 一旦被舰载机包围 自己这整个舰队都得报销 在得知舰队要撤离 不用去莱特湾送死的时候 力天舰队的水兵们 欢呼雀跃 闪呼万岁 莱特湾海战结束 日本输得很彻底 力天舰队北撤后 美国第三舰队 在26日早晨 对其发起空袭 日军在损失三艘战列舰 只有大和号依然坚挺 整个凯特湾海战 日本攻击损失全部的四艘航母 16艘巡洋舰 11艘驱逐舰 四艘重型战列舰 其中包括国宝级的 武藏 号 200架航母 舰载机也被打光 日军幸存的战舰 几乎失去战斗力 只有大和号还能出航 日军在国内封锁 莱特湾战败的消息 依然把其宣传为 大胜 但是在军方内部 陆军和海军官员们都明白 日本已经没希望了 此战的失败 彻底击垮了 日本军人的信心 日军这一战的损失 占到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四分之一 小泽治三郎回忆 日本海军在莱特湾后 从精神上和物质上 都产生了绝望 日本海军成为了辅助性的部队 太平洋海战在这里结束了 1945年 天皇御人 曾在御前会议上问道 日本海军情况如何 东条应激阴阳怪气的回答 日本已经没有海军了 只有航空兵 堂堂的联合加队 三路出击 几乎全军覆没 但击尘航母的主力居然是 神风特攻队 这让日军东京大本营非常无语 原来那些无用的年轻飞行员 也能在这种时候 化腐朽为神奇 自那之后 日军开始把 神风 作为海军接下来最主要的战术 大量学生兵在国内被召入 特攻队去开着战机 撞击美军舰艇 二战剩余的半年里 零式战机的自杀式俯冲 成为美军士兵心里的阴影 也成为日本的一大标志 对于倒霉的山下凤文来讲 莱特湾海战的失败 也直接让菲律宾日军陷入决定 美军成功在莱特湾登陆 并且取得了菲律宾海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山下凤文的十万大军 被麦克阿瑟打得钻进雨林中 最后几万人活活饿死 海军全灭 东南亚航线被断 日本只剩下一条路 玉碎 除了神风特攻队 镇阳 回天 福龙等特攻队 都在秘密训练 在国内的宣传里 日本开始提倡 全民玉碎 以亿万国民之生命 保卫皇国 可以这样说 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 早在1944年 就死在了莱特湾 未经议的